大家好 前段时间看英国女王驾崩的新闻的时候 发现了这样一处细节 从女王去世那一天开始 英国要举行为期十天的国丧 所有政府军事机构降半旗致哀 电视台不播放娱乐节目 女王灵鹫接受民众的瞻仰等等 国丧结束之后 英国社会生活一切恢复正常 这些东西看似复杂 但都是比较形式化的东西 对自家生活影响的不大 比如说你白天去给女王献花 晚上到夜总会泡妞蹦迪 没人拦着你 但是相比之下 中国古代的国丧那就麻烦多了 国丧注释指了中国古代赶上皇帝皇后 皇太后太上皇这些人死了 朝廷给他们准备了从入联 到最后祭拜的一整套流程 这里边最麻烦的是上至公卿 下至百姓 得给他们守丧 比如清朝就规定 国丧期间 净之宗史27个月内 远之宗史及在京王公大臣一年之内 不许婚丧嫁娶 也不许生孩子 不许举办宴会 在京军民百姓穿素服27天 不许祭祀祖先 因为这段时间 全国都只能祭祀大型皇帝 老皇上死后一百天之内的上誉 批文都要由玉笔猪批改成蓝笔 其他各部门的印章也都得由红色改成蓝色 当年侯宝林有一段相声说光绪的国丧 国丧不能唱戏 吃开口饭的演员就没饭吃了 卖包子的卖西瓜的卖菜的干什么都有 在这期间姑娘出嫁被称为偷婚 需要偷偷摸摸了 红花轿必须换成蓝布面的轿吧 这个锣鼓喧天变成敲敲碎步 开心热闹变成小心谨慎 四海宾棚变成零星亲友 丰盛的婚宴也变成个家常便饭 谁要是违反朝廷的规定 那后果非常严重 民间要是违反的话 怎么安罪名都不为过 乾隆年间民间有人在国丧期唱戏 太后驾崩了 你唱戏 从大板子到斩监后 怎么判的都有 要是王公贵族犯事 最轻的也得是革职处理 1820年人宗嘉庆皇帝驾崩 宣宗道光皇帝继位 继位之初自然是全国举行国丧 然而清出八大铁帽王之一的 玉亲王玉兴就捅了个大娄子 他是多夺的后代 开国的八大铁帽王之一 他去宫里吊咽完嘉庆皇帝 临丢早早回府 看见府上正在干活的丫鬟起了色心 声拉硬拽把那丫鬟就拽进屋里行了苟且之事 没成想姑娘也是真结烈女 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清朝王府里边的丫鬟地位没有想象的那么低 很多人是王府各附近的贴身侍女 大部分都是奇人 严格意义上讲都不算女仆 晋府就是见见世面学学规矩 省了以后嫁人没法要 现在这号人死了 还死在王府 他的父母肯定得给女儿讨个公道 于是上诉宗人府 让宗人府派人彻查此事 查明真相之后 这个道光皇帝是火冒三丈 当即下令要把玉兴给赐死 得归玉兴的大福晋上下打点疏通关系 最后找着皇太后帮忙说好话 才赦免死罪 不过死罪以免活罪难逃 玉兴被隔除亲王爵位 宗人府圈禁三年 看完玉兴的遭遇 你就知道违反国丧禁令的惩罚有多严重 所以光卿大臣在那段时间能憋着就憋着 有年轻的宗使 年轻气盛 身体好 吃麻麻香 总有憋不住的时候 再加上古代没有良好的避孕措施 让他们遵守国丧止孕的规定 太难为他们 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报死 皇太后去世自然是国丧 按照规定的宗使成员一年之内不许生孩子 然而呢 有一位这个宗使王公啊犯了戒 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庆亲王 这也是后来大清的铁帽子王 一共是这个十二家铁帽子王 开国八家是公封 就包括咱们刚才讲的那位女亲王 后来有四家恩封 这庆亲王就是最后一家 也是铁帽王 当时呢他只是贝勒就是一筐 国丧期间没能守身如玉 竟然呢让自家侧附近怀孕 一筐立刻是胆战心惊 这种事一旦被人参奏 后果不堪设想 轻则呢自个儿被夺绝 一杆子撸到底 成了闲散宗使 每月拿着三两银子养家糊口 重则呀不但闲散宗使当不成 还可能下大狱 最后呢一筐心一横 逼着自个儿侧附近堕胎 结果呢夫人流产成功 自己呢保住了爵位 自此之后官运亨通 在朝廷之上是首眼通天不说 还当上了铁帽子王啊 这当然了 这是大清的最后一位铁帽王啊 这铁帽王大家都知道 就是世袭网替啊 他的爵位永远不降 他不像这个这个 别的王爷就爵位连降五倍啊 你要亲王的话降到郑国公 他不是 古代啊医疗水平不发达 堕胎成功率低 而且很危险 要是在国丧期一不小心把孩子生下来怎么办 那就只能过季给别人啊 1898年公秦王一新去世 四岁太后感念他的功绩 那宣布呢为公王举行国丧 那但就在这个时候公王府出事了 那他的孙子朴佑就在这段时间出生 既是国丧期间又是公王的守孝期 这孩子来的实在不是时候 最后只能交给旁真复养 就这样呢血统纯正的朴佑就成了公王府的黑户 在公王府家族世系表里根本就没他的名 国丧啊不仅影响国家内政也影响外交 国丧期间的外交简而言之就是一点不能打仗 成丧出兵大不易也 如果赶上邻国遇到国丧不能发兵攻打 那这就是所谓的师不伐丧 如果有谁在国丧期间出兵 那就是不得会被诸神唾弃遭天谴 左传中记载楚国有一年伐臣 赶巧臣成功死了 楚国就主动撤军 不过呢随着春秋末期逐渐礼崩越坏 打仗也不讲究按套路出牌了 而是兵不厌诈 所以各国都会选择在邻国国丧期间出兵 吴国就经常趁着邻国办丧事发兵攻打 最后一次偷击不成18米 赶上越国老国王刚死 新国王勾剑登基 吴国发兵攻打 结果被越国打得大败 吴王和吕伤重身死 自然呢既然有人趁着邻国国丧搞偷袭 也就有呢本国国丧期间还想打别人了 暮攻时期正国国军刚刚驾崩 秦国准备借这个机会打郑国 郑国向晋国求救 此时很不巧的 晋文公也刚驾崩 新军相攻继位 针对到底打不打秦国这个问题 朝堂之上是开展了一番论战 中军主帅贤枕力排众议 通过要讨伐秦军的决议 这个时候啊 文公可是尸骨未寒 如果主动发兵 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呢为了获得这方面的正当性 那晋国上下演了一出好戏 让晋文公的灵鹫突然发出响声 经过专家鉴定 那晋文公开口了 同意说出兵 这样大队晋军出发 埋伏在小山 等到秦军经过都是发动突袭 秦军全军覆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山之战 要不是晋国人在晋文公灵前跳大神 那这仗呢也打不起来 所以这么一看呢 古代国丧是挺折腾人的 到了现代政治体制趋于稳定 不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大家呢对于国丧更多的就是形式上的纪念 尤其是现在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甭管是什么形式的纪念 正经有为的领导人 就算没有什么繁文入节 二十几天不能干这干那 民众肯定也会自发的怀念 好了啊 关于中国古代的国丧 咱们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